这个是豆芽菜 我什么油都没有放 再来我们来铺肉 这个就是一般的五花的 把肉慢慢铺上去 如果想要吃多一点的肉你可以铺两层 我现在来把它的肉铺满 我刚刚做完这些我们现在来调这个的酱 第一个就是我要使用的是韩式的辣椒粉 这个是不辣的辣椒粉 我要三汤匙的辣椒粉 再来酱油 韩式的一般酱油 我要放两汤匙 两汤匙的糖 然后再来我要来放酒 那我就用一般的韩国的烧酒而已 一样放两汤匙 然后再来一汤匙的蒜泥 再来我们来放一点黑胡椒 你就适量放 然后姜粉 姜粉如果你有新鲜的姜 你用加姜泥就好了 我就适量加一点 这个是麻油 放一汤匙 最后呢我们来放 辣椒 就是韩式的这个辣椒酱 我要四汤匙的辣椒酱 那加完之后呢 我们来搅拌它 就把刚刚调好的这个酱呢 放到正中央就好了 再来呢 鱿鱼 鱿鱼一样撒一下 那鱿鱼呢你切块就好了 大概可以一口吃进去的 你想切成圆的也可以 你想切成长的 一条一条的也可以 最后呢 我们再来就是洋葱跟葱 就把它开心的撒下去 再来呢 就是开火 先把这个盖子盖上去 我要来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它里面怎么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搅拌它 我一滴水都没有放哦 你们记得吧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汁的哦 这个完全就是 蔬菜自己本身产生的汁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来再加一样东西 芝麻叶 那如果台湾没有芝麻叶 你也可以加高蘸塔 或什么 这随便你个人哦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好看到了吗 里面都是水哦 里面都是 都是青菜刨出来的水分 我一滴都没有加 稍微撒一下芝麻粒 然后呢 我现在要把它装起来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